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会要大扫除 然后要拆窗户也不容易 尤其是纱窗 我来示范一下 看怎么洗窗户最简便的方法 我就来示范给大家看 先把抹布打湿 然后再用刚刚做成的那个 用洗衣粉 打成的清洁剂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擦了 但是重要的是 我们的抹布一定要湿一点 不要拧太干 太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把它擦得很好 而且它如果说纱窗有灰尘的话 它很容易灰尘就一直掉落 也会对我们清洁 对身体也不好 那我们这个很湿的情况下 它整个它就可以附着 所以它就不会 灰尘就不会一直飘出来 在这里 我们的灰尘就会把它试制 我们的灰尘就会 我们最后跑重心 跟那个有关 然后这个刚刚我们准备的小工具 这个角落用这个小工具这样子 就比较省力一点 这个角落用这个小工具 接下來我們來擦玻璃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